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巴西反垄断监管机构KED,1月中旬已开始对苹果公司涉嫌滥用支配地位展开调查。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拉丁美洲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巨头Mercadolibra提出投诉后, KED与启动该调查。 声明说,该投诉是全球一系列反垄断案件中的右一起,包括美国、欧盟、英国、韩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苹果公司总部位于加州库比迪诺。 该公司通常要求开发者使用苹果自带的支付系统,这有助于确保苹果公司从其平台上下载的应用中获得用金。 这种严格的管控引发了诉讼和反垄断审查。 其焦点通常是苹果拒绝让开发者引导用户使用其他支付方式。 去年12月,Mercadolibra在其最大的两个市场巴西和墨西哥提起诉讼, 指控苹果禁止第三方在IOS应用上分销数位产品导致价格上涨, 其违反了反竞争行为。 而且,巴西的调查可能需要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才能解决。 与此同时,苹果突然发表了全新一代的HomePod智慧型音箱, 售价299美元,为用户带来新一代升学体验。 对于购买过第一代HomePod的用户来说, 再买一台新款HomePod组成立体声,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苹果官方确认,这两代产品无法配对立体声。 苹果在官方新闻稿中表示,组建HomePod立体声组合, 需要两个相同型号的HomePod扬声器, 例如两个HomePod mini,两个HomePod第二代或两个HomePod第一代, 不能混搭使用。 这意味着,尽管HomePod二代依旧支援两个音箱组成立体声环绕, 但HomePod二代却无法与一代产品兼容。 这也意味着,如果手持HomePod一代的用户, 是无法与新款配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新款HomePod内置温度和湿度感测器, 声音辨试功能可以探测烟雾和一氧化碳警报声, 并在辨试后向用户发送通知。 当用户身处可能受到伤害的环境中, 或在高风险或紧急情况下, 均不应依赖声音辨试功能。 声音辨试功能需要更新版家庭架构, 该架构将在家庭APP的独立更新中推出。 它要求所有连接家居配件的Apple装置 均使用最新版本软体。 但是,新款HomePod的声音辨试功能 会在金春烧碗通过软体更新推出。 这意味着,目前购买的用户还无法使用该功能。 设计方面,新款HomePod的外观 由无缝透声织网和背光触控板构成, 提供白色与全新的五叶色两种外观, 后者由100%赞生植物构成, 配有同色系编织电源线。 声学表现方面,HomePod搭载定制研发的高阵幅低音单元, 阵幅达20毫米的电机驱动阵膜, 内置低音均衡器麦克风, 底部环绕着由五个波束成型高音单元组成的阵列, 共同打造声学体验。 S7晶片结合软体和系统感测技术, 提供更加先进的计算音讯。 实际上,在硬体配置上, HomePod二代相较于一代其实是有些缩水的, 一代配备七个号角负载高音单元, 而二代只有五个,低频振幅单元方面, 两代产品均为四英寸规格。 收音麦克风部分, HomePod一代拥有六个麦克风, 二代仅为四个。 不过HomePod二代支援室内空间音讯的功能, 但至音箱也可以实现空间音序环绕, 这一点是一代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 综合来看, 在外观设计以及核心功能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 HomePod一代还是更具佳效比的一款产品。 在新产品研发方面, 苹果仍然计划在今年推出其首款混合现实头衔, 但作为更重要的后续产品, 苹果的轻量化增强现实AR眼镜, 却由于技术挑战已被无限期推迟。 这意味着, 苹果除了推迟了这款AR眼镜的推出时间, 还减少了在AR眼镜研发上的工作安排。 这条消息或许会让不少满心期待 苹果全新黑科技的粉丝们颇感失望。 此前, 传言中的苹果青形AR眼镜能像普通眼镜一样日常佩戴, 可以让用户随时获得增强现实体验, 而且装置成本也较低。 相较之下,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AR眼镜通常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 既不适合长时间佩戴使用, 产品价格也相对较高。 据称, 苹果曾计划在今年就推出青形AR眼镜, 甚至设想这款青形AR眼镜产品, 能最终取代iPhone手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戴上这款眼镜, 来电显示, 短讯通知、地图导航等各种讯息, 都能直接投射在人们眼前, 用户不用再总是忙着低头查手机荧幕了。 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最初计划在融合了AR和虚拟现实VR的MR混合现实头显发表后推出AR眼镜, 但这一计划有一部分已经搁置。 相反,苹果最早计划在2024年或2025年初推出一款低价版混合现实MR头显。 这一计划变动, 凸显出苹果进军新技术行业所面临的挑战。 而且碍于技术和成本问题, 苹果将推出的MR头显可能也只能成为小众产品, 据传该款MR装置定价约为3000美元。 相比之下, Meta推出的MR头显定价仅为1500美元。 苹果的电子装置定价之所以如此高昂, 是因为它使用了先进的高解析度显示器, 十多个镜头, 感测器, 还使用了Mac及MR处理器和用于处理AR和VR视觉效果的专用晶片。 在后续的研发中, 苹果将努力使其低阶MR头显机型向Meta的MR头显定价水平靠拢。 苹果希望通过使用iPhone级晶片来替代Mac级别组件, 来降低后续MR头显的价格。 苹果最近提交的商标申请, 也暗示了公司这种双产品战略, 其申请的商标包括Reality Pro和Reality One的名称。 外界猜测, Pro可能会被用于命名为最初的MR头显型号, 而One后缀可能会被考虑用于更便宜的版本。 此外, 苹果还申请了一个Reality Processor的商标, 这可能是该头显专用晶片的名称。 通常来说, VR头显能提供给使用者更身临其境的体验, 人们通常可以使用它们来玩游戏, 在虚拟会议室交流和观看影片。 相比之下, AR眼镜更加轻量级, 可以将视觉效果和讯息叠加在现实世界的视图上。 目前, 科技界在AR头显开发上仍处于初期阶段。 比如, 谷歌此前也曾做出过AR眼镜的尝试, 但其推出的谷歌眼镜等产品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 目前, 苹果技术开发小组的绝大多数人, AR和VR部门的1000多名员工, 都在专注于研发两款MR头显。 但苹果公司内部仍有少量人员, 还在探索将应用于独立AR眼镜的技术。 可见, 这仍是苹果公司的长期目标。 此番调整凸显出苹果在进军新行业时面临的挑战。 包括苹果公司在内, 许多科技公司都认为VR和VR装置有望成为新的重要现金奶牛, 但打造一款真正优秀的消费者友好型, 且便于使用的产品显然并不容易, 需要克服困扰整个科技行业的技术难关。 这也让科技界许多公司在开发中碰了钉子。 苹果希望推出一款轻量化AR眼镜, 让人们可以全天后佩戴着它自由行动的愿景。 现在看来, 这恐怕还要再等许多年才能实现, 甚至有可能永远实现不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